2019年3月 南半球史上最强热带气旋一带 重创莫三比克 辛巴威 马拉威三国 将近300万居民受到影响 无家可归 今年4月 马来西亚慈激之工赈灾团分了两个梯次 踏上辛巴威这片受伤的土地 远行8000公里 跨国宗爱 证灾团回国之后 爱的脚步不停歇 在共修活动上 分享在当地的所见所闻 除了我们四位选拥之外 还有两位兵船的 是说我们六位是飞去这个辛巴威 然后南非是自己去 因为当地辛巴威人几乎都是 人人都可以讲英文嘛 这就是可能马来西亚团队的最大的优势 因为我们毕竟在马来西亚来说 三大语言完全不成问题 我们是扮演去协助当地赈灾 替他们规划 包括与当地的志工协调这个角色 李文杰和郭良明是第一批抵达辛巴威的马来西亚志工 尽管累积多年赈灾经验 但今次辛巴威之行 充满意料之外的变数 十分考验团队应对的智慧 这就是我们的環境 所以我们只是批评 对吗 你们知道其实当我们住在那里 没有水 没有电池 没有电池 所以没有电池 当然我们自己准备 我们提供电池 所以为电池供应用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项目的力量 我先钱这样 你的头就能够进 我的头很大了 你要看大 林天忆和余虹洲是实业家 得知辛巴威需要支援 不假思索放下公司繁忙的业务 自驾自费参与赈灾 自己本身能做的去付出 我觉得就应该去做 等这个字就要把它丢掉 所以当下如果能把握好 就要去责心 你看到更贫困的人 跟你现在拥有的 原来你是非常非常地富裕 寄贫教父 教父寄贫的道理是这样的 受益的是自己 不是灾民 在别人的需要上 看见自己的责任 有爱才会有亮度 在新闻 温世音杜永耀采访报道